好,让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求祢的灵与我们同在 让我们都可以择耳地听祢的话语 要求祢,让我们可以专心地去聆听祢的说话 要求祢,高麦孩子的好 让我可以释放祢的话语 感谢赞美你,祷告封主的名 Amen 我还记得我年轻的时候 就是大概十多二十岁的时候 就是我读书的成绩不好 所以我那时候没有机会进到大学去 在我的时候没有进大学的时候 在香港的发展一定就不会理想了 现在,我想在香港 现在就是你大学毕业,你的发展也不会理想 后来,那时候我的同学跟我说 哎,在澳大利亚的大学跟我们的学院 一些生意有些计的会认 我们可以过来澳大利亚读书 最后那么我一意识就说 这是一个蛮好的机会 可以让我去实现我的梦想 但是我的家庭、我的父母 没有能力让我过来读书 当流水山的学费真的很贵 所以我的办法就是 我自己去找工作去除钱 除这个学费 那一年 那一年我找了两份工作 一份工作就是白天上班 另外一份是通宵的 就是我黄奔下班以后 我回家休息一会 回家休息吃饭 然后就继续去上班 早上七时下班以后 就去白天的工作去寄宿上班 当时我应当好像每天 只是睡两三个小时 那个时候的目标就是除钱念书 所以我放弃我所有的娱乐 吃饭也只会选最便宜的 一年以后我应当除了真的 足够了两年的学费 所以我家庭我的父母只需要帮助我给我的生活费 所以我就是可以来到澳大利亚去实现我的梦想 我今天的题目就是曼山目标 经文除了我刚才弟兄读的《猎王之沙》二章一到十四字以外 还有今天的《猎王之沙》二章一到六十二节 离王之沙的经文就是讲说 伊利亚先知的工作将会结束 将会被耶和像帝结走 作为伊利亚的门徒伊丽撒 将会解体伊利亚先知的工作 以利亚与以利沙同行 首先 他们从自责 他们从自责 前往这个伯德利 以利亚知道自己 将会被有话节奏 开始起行的时候 就告诉以利沙 以利沙你不用跟随我了 为什么这样子 难道 以利亚担心以利沙舍不得她 不想以利沙看见自己离开的景象吗 以利沙坚持地跟随 到达伯德利的时候 以利亚第二次地欢呼 以利沙流沙 会用跟随她 以利沙还是很坚持地跟随 于是他们继续地前行 走去 继续往耶利哥去 到 耶利哥的时候 以利亚第三次地欢呼 以利沙流沙 不用看经文 我们都可以知道 以利沙 从以利沙 前两篇的 跟随以利亚的决定 就可以知道第三次以利沙 也一定会跟随以利亚 不会放弃她的 所以就是她另外坚持地跟随以利亚了 究竟是什么原因 以利亚要三次地欢呼 以利沙 不要跟随她呢 难道真的是 以利亚真的很担心 以利沙 担心她 看见她 师父的离开 会注尽生情吗 还是她 担心以利沙会死亡 因为以利亚知道 耶和上帝会接受她 如果看见上帝的人 就会死亡 事实上 我们其实不知道 以利亚为什么要三次要以利沙流沙 不要跟随她 有一些信经的学者认为 以利亚三次地欢呼以利沙流沙 不用跟随 其实是测试以利沙的忠诚度 不单是对以利亚的忠情 也是对耶和上帝的忠诚 以利沙三次的拒绝离开以利亚 不但显示她 无论对以利亚 或是对上帝的忠诚 也显示了她看见了自己 要进行以利亚的施工的目标 她不会被任何事情动摇 以利沙所面对的难处 不单是她的师父以利亚 吩咐她流沙来 另外每到一处的地方 都有当地的先知提醒她 你的师父以利亚又离开了 这些提醒可能就是暗示以利沙 反正你的师父以利亚要被解走 你不用跟随以利亚了 你不要浪费时间了 就成为了以利沙面向目标的妨碍 弟兄姐妹 以利亚与以利沙的情景正好就是反映我们现实的生活 我们可不可以好像以利沙面对自己的目标一样的坚持呢? 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无数的事情妨碍到我们的目标的前进 如果我们的目标是上帝国度的施工 这个妨碍更大更容易了 很简单 但假如每一个主意参加崇拜是我们的目标 我们很容易就发现 有很多原因可以让我们不回去参加崇拜 所以说你少年的时候 如果你的朋友同时找你星期天去玩 你可能不好意思每次跟朋友说 我要上家会 你每一次跟朋友说我要上家会的时候 你的朋友以后就不找你去玩 所以总有一些时间 你会跟你的朋友去玩 没有去上家会 当你打工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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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老板跟你说 星期天要加班 你敢不敢跟老板说 我要上家会 我不要加班 老板说你不要为难 是吧 对不对 当你自己有家庭的时候 你有孩子的时候 你孩子的同时办三一会 你学校有活动 这些你有些不可能不去 所以你还是很有原因的 令你不要去教会 到你孩子长大了 你可能以为 唉 我们应当可以有自己的时间 可以很专注地去教会崇拜 其实不软 其实不软 特别是 当你的孩子 有孩子 就是你有孙儿的时候 你的孩子 可能你会看见你的孩子的生活 忙碌得透不过气 你就要去帮忙照顾孙儿 所以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在不同的时间 总有不同的烦恼 这些烦恼都会影响我们 向着我们的目标前进 对三地国度的施工影响更加大 如果有参加过 闻徒班的弟兄姐妹 应当还记得 我们读这个闻徒的时候 我们每一课都有一个人心的问题 我们的人心问题就是 如何去确定我们的要线气息 所以我们究竟会不会将三地 放到我们要线气息上的顶级的位置呢 就是我们愿意把三地 放到我们的顶级的位置 我们要会不会不受影响 而跟随我们这个要线气息而行呢 有多少人叫侯山以利沙伊 他的师父、他的老板 以利亚叫他留下来 他也跟他反抗 他反对他 我不要留下来 对我们来说其实很不容易 求主加利 求主怜悯 我们现在去看一看 因为这两个闻徒 他们不明白耶稣的工作 因为这两个闻徒 他们不明白耶稣的工作 尽管因为那边的撒玛利亚人 没有照顾他们 求天火 想求这个天火 毁灭撒玛利亚人 后来到五十七到六十二节里面 耶稣又呼叫三个人去跟随他 但是这三个人都因为有不同的理由 没有跟随 耶稣很清楚自己的方向 跟以利亚一样 清楚地知道 圣地的安排 所以他一直地 现在目标往前走 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一生不活 如果他们要从扎里的上边 前往耶路撒兰 就是有带沙边 就是耶路撒兰 他们不跟撒玛利亚 撒玛利亚在中间 他们一般都不经过撒玛利亚 就是往外边走 就是避开撒玛利亚 就是走 老这个比较远的路 往耶路撒兰去 但是耶稣打破他们的习惯 使用最近最直接的路 一直地经过撒玛利亚 直接到耶路撒兰去 因为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的 良主人的仇恨 当撒玛利亚人知道耶稣一行人 要去耶路撒兰的时候 就是知道 这一群人是我们的思囚 一定不会解答他了 亚哥跟一汉两位 两位民徒的反应非常激烈 只是不要解答他 只是这些人没有解答我们的 就是要把他们赶尽杀绝 杀绝 可能就是圣评报仇 预报整个世代以来的仇恨 没有去理会耶稣的教导 没有去理会耶稣的目的 所以他们就是被耶稣去杂毙 在以后看第一时间的时候 耶稣跟他们说了这个 徐师好连蛇的故事 这个故事就是重新提醒他们 上帝的救赎 不单是几犹太人 撒玛利亚人也是有份的 后来耶稣复教的三个人 三个人的理由 其实我们看得很充分 很充分很可理 耶稣拒绝他们 好像非常的不可理 很不惊人情 不单是看我们的华人 或是这个老太人的文化来说 亲情是非常重要的 经文里边的埋葬父亲 跟家人齐行 很经常很可理 如果我们没有去住 没有去跟家人齐行 没有去埋葬 埋葬我们家人的时候 我们就是被看为这个不少 难道耶稣有造我们不少吗? 事实上 如果我们单单看这些理由 我们可能放错了我们的重点 根据一些圣经学者的解释 经文中的死亡 其实是一个比喻 比喻一些对耶稣的说话没有回应的人 耶稣在这里 就是要求对祂的回应 而每当我们要回应耶稣的时候 我们都可能会遇上不同的妨碍 就好像以利沙跟随以利亚一样 他们远路 他们远路 以利沙 亚会遇上不同的男主 跟随耶稣 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不如觉得我们只是单单缺迹 三圣主都可以了 我三圣主 我可以想天堂 不是这么简单 耶稣对门徒的忧求不简单 我们都需要付出无比的信心和决心 不然我们只是听度 却没有行度 自己细空自己 我们的生活 需要有一个目标 认清目标 我们才有能力 才有动力去达到 我们的属灵的生活也一样 我们也需要为属灵的生活 确定目标 这样子 我们才可以清楚地知道 我们需要去维持我们的属灵生活 不然 我们只会变成 考虑承认主 心理 什么都没有 当医治走了 甚至连自己的信仰 也忘记了 今天 就让我们都求主 施恩联明 求主给我们的智慧 让我们去确定 我们的热心的气势 努力地去维持我们的属灵生命 就我们都有能力地去抵挡那些防徽 我们跟圣地车利关系的大大小小的事情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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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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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